根据数据显示 每年有近千名实习医生 因为不堪压力而转行或放弃从医计划 卫生部副总监拿杜在野英的蓝医生指出 卫生部已经和公共服务局探讨 准许他们在其他的政府部门担任别的职务 不一定要当医生 根据卫生部四年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不堪压力而放弃或到政府医院实习不到一个星期 就打退堂苦的血润高达20% 平均每五名实习医生就有一人承受不了当医生的压力 最终无法完成24个月的实习期